一起来做默祥祷告 赐予我们祝福的父 求我父赐福予这时间 使这时间成为最可贵 最宝贵的时间 使我们内心难过的问题 获得解决 使我们成为全能者的儿女 使我们一定得到 我父赐予我们的祝福 成为我们的产业 使我们得到万事亨通的允许 求主赐福予这礼拜 将一切的荣耀 只献给我们的主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 主赐予我们每个人拥有满足 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赐福予我们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我们大家都希望得到幸福吗 当今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上 都在怎么讲 在这世上我们讲 身体健壮的人 健康的身体 才有健全的精神面貌 那么这么一讲 黄牛都挺健壮的 黄牛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吗 或者说大象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吗 为什么我们都在讲一些谎言 教导的也是在谎言呢 我们的精神好了 自然就得到健康 这是上帝的话语 在这世上教导说 有健全的身体 才能有健康的精神状态 那么身体虚弱的人可怎么办呢 或许在座的各位中也有是体育教师 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体育 我也稍微在这个体育领域 做过一些事情 那么大家知道 抢劫犯身体都挺健壮的 那么身体健壮了 精神状态都就特别好了吗 在这世上 讲了一些太多荒唐的话 而还不领悟 我们要正确的生活呀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在这世上 人都知道良药 补药是最好的 这个良药 大家知道 曾经有一个电影 叫世界残酷奇谈 就是吃一些养生之物 上帝让我们 一个一天24小时都要吃良药 我们大家都在讲信心 这信心正是良药 而我们首先要吃这个良药 好多人说 现在事业不顺利 我今天都没有食用良药 我的事业怎么能顺利呢 我吃了良药 我现在所做的事业 才会顺利 祝愿大家今天来得到 这应许上的祝福 如果儿女再怎么尽孝 但是面对自己的父母 如果这个父母 躺在病床上 躺了三年 这个孝子就变成 自然而然就变成了 不孝的孩子 但是在基督里 这句话也行不通 在基督里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孩子们总会做孝子的 我们在这世上 很努力 为了把好的东西 给到儿女们 在这世上 我们都喜欢补身子 吃补品 吃良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吃补品 吃补药呢 而真实的补药 是上帝给到我们的 祝愿大家今天 尽情地吃上帝 给我们的良药 使我们的精神状态 清醒 清醒过来 清晰过来 使我们的身体 恢复元气 信奉耶稣 这补药 这良药 是免费的 是无偿的 白白的 给到我们的 我们找一下 真言17章22节 那么 有些信奉说了 牧师 我的事业 现在挺紧迫的 比吃补药 更加着急 大家只要 今天吃了补药 上帝就把一切的问题 都解决了 祝愿大家 一定得到祝福 上帝非常有确信地 告诉我们 让我们把好的生活 照在人前 而在这世上 我们生怕别人 知道我的情况 生怕别人了解 我的真实情况 而上帝说 把我们的生活 照在人前 马太妃五章16节 祝愿大家 在这时间得到祝福 真言17章22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二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阿们 人分为两种 一个是 心灵喜乐的人 还有就是 心灵担忧忧愁的人 心灵忧愁的人 骨就 骨头变孤堪了 骨头变干涸了 骨头枯干了 这时候血液就受影响 因为在骨髓里造血呀 而这最好的良药是什么呢 良药使我们骨髓里的血 变成是最新鲜的血 最近有很多人 去医院换血 要花费很多的钱 身体里的血液 重新换一遍 而今天上帝的话语 都能为我们解决 这个血液的 即变血液的问题 当我们心灵喜乐的时候 我们大家在这世上 听音乐会 比如说 鲍邦的音乐 我们很推崇 鲍邦的音乐 或者是 还有一个有名的 作曲家 贝多芬 贝多芬的音乐 很不好意思 我朴牧师很无知 我只能这样表达 那么每次去听肖邦 或者是贝多芬的音乐的时候呢 还分两场 然后这个 还要买一个非常好的座位 特席座位 但是去了之后呢 就会睡着了 为什么会参加 这种的音乐会呢 因为所谓都戴着一些高的头衔嘛 各种的长官啊 各种的官啊 各种的职称职位 为了给自己立足面子 为了给自己体面的一些 为了让自己有一些体面的场合 得到这些邀请函了之后呢 就一定会硬着脸皮 去参加这种的音乐会 然后呢 睡着了 一不小心睡着了 就以为这个音乐会也结束了 就突然鼓掌 然后又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那时候呢 又装模作样 是在拍蚊子 并没有拍手 并没有鼓掌 这不是别人的故事 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太无知了 那这种音乐会 那这种音乐会 硬着头皮也要去参加 就是肖邦的音乐会 而且有些地方呢 而且有些地方呢 为了逗乐别人 叫喜剧演员 但是呢 心灵不喜乐 光脸皮在笑 所以呢 就变成皱纹了 然后脸上就开始抹一些补品 按摩自己的皮肤 或者是把黄瓜贴在脸上 做面膜 那样也没用的 真实的喜乐 是我们心灵的喜乐 这才是我们的良药 其他地方是没有喜乐的 找不到喜乐的 唯独心灵的喜乐 才是我们最好的良药 那么今天上帝要怎样 把这喜乐给到我们心灵呢 吃了这良药 内心就不再担忧忧愁了 内心忧愁的人 分明是因为没有吃良药 我们人生只分两种 如果我们没有吃到良药 所以内心只有忧愁 一担心一忧愁了 那么这一切就如实发生 如实败坏了 玉博记三章二十四节 相信从今天开始 从这时刻开始 我们不再有失败 只有健康和祝福 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 祝愿大家一定领受这个祝福 越来越好 大家刚才笑 大家刚才的笑容 分明是内心心灵的喜乐 相信带着笑容 带着笑容的人 一定会得到祝福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一二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 枯干 阿们 在医学上也有一些发表 在这个血液是从骨髓中造出来的 那么一个骨头枯干的话 那这个血液分明是有问题了 内心有忧愁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忧伤 心灵忧愁的时候 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 才会担心忧愁呢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拥有信心的人 绝不会担心 绝不会有忧愁 那么世上有不担心的人吗 唯独上帝让我们的心灵 不再忧愁 不再担忧 以复所说二章八节 因为这信心唯独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大家在这世上 有句俗话说 人活着一定要忧愁 这都是属于 动物的水准的理论罢了 这不叫真理啊 有些理论只在动物身上行得通 跟动物的水准差不多的人呢 就会被这些学说呀 被一些世上的学问所困住 而我们人只追求的是真理的话语 唯独真理的话语 是我们灵力的粮食拯救我们 信仰生活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很有分别的 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呢 人是要有灵魂还有肉体 而光带着魂和肉体就是动物了 上帝让我们辛苦受累 为的是让我们赶紧领悟 我们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家里养的动物和我们 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据说在某个国家 在家里养狗 这条狗都一起躺在床上 跟这个主人一起睡觉 上帝就问我们 你和你家里养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你和你家里养的狗有什么区别呢 上帝让我们辛苦受累 为的是让我们领悟 让我们分辨 人 上帝是怎样创造了人的 我们人和动物是一样的 第一阶段都是用土造了动物 用土造了人 都带着魂 但是人比动物更多什么呢 创世纪阿章七节 我们的父在我们的鼻孔里吹了声气 让我们有了灵 我们人比动物是有更 我们比动物 我们要有灵的 动物是没有灵的 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点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奉耶稣呢 怎样才能得到信心的礼物呢 我怎样才能真实地做上帝的儿女 我为人的生活 得到一切的祝福 使我和我的后孙走向得福的道路 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唯独上帝的话语正确地教导我们 我们大家经常会遇见一些 所谓优秀聪明的人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呢 唯独信奉耶稣的人才有真实的答案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担忧忧愁的时候 就跟动物是一样的 心灵喜乐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大家见过一些人 事业倒闭了 或者事业遇到难处了 那脸色非常的黑 脸色特别黑的人 分明是遇到特别大的坎 遇到特别大的失败 然后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死亡的 或者说脸色好了 它就能活了吗 不是的 心灵的担忧忧愁始终是黑色的 光脸脸色好像好一些 但是呢身上最后就落了一身癌症 因为骨髓里的血血液已经在健康了 据说我们韩国很多大学医院 患血液的患者太多了 这都不够用了 为什么会 为什么这种患者会越来越多呢 因为内心担忧忧愁的时候就会遭受灾难 咒诅 换血液的话是需要很多钱的 我们都不向上帝感恩感谢 马拉基书三章七节我们都偷了上帝的感谢金 然后呢这些钱都花费在医院里 换血液 然后把一些债务留给儿女最终去地狱 这正是灾难和咒诅啊 行恶生活的人遭受灾难咒诅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可不能这样生活 我们要吃良药拥有健康 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越来越好 把好的一定要留给自己孙孙千万代 有福的人 就愿大家拥有这种好的信仰生活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心里的良药 心灵的喜乐才是良药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心灵的喜乐呢 在哪才能得到心灵的喜乐呢 我们大家都希望心灵喜乐 但是谁会赐予我们心灵喜乐呢 唯独上帝给到我们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唯独上帝赐予我们心灵的喜乐 唯独信奉耶稣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心灵的喜乐 那么我们信奉耶稣就可以了吗 那怎样才是信奉耶稣呢 我们要服侍基督啊 我们要做四季段悔改 服侍基督 这时候才能从上帝那里 得到心灵的喜乐 这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 这才是良药 我们说来到教会就有健康了吗 不是的 只有吃良药的人才拥有健康 骨髓健康 骨头健康 这时候骨髓里的血液 血液能占上癌症 能占上艾滋病 而且血液是健康的 占上一切的疾病 所以真实信奉耶稣的人 不是基督的人 蒙上帝喜悦的人 是每一天每一天吃良药的人 每一天吃良药 所以常常喜乐呀 是在非常庞大的祝福里面生活的 这才是信仰生活 祝愿大家从今天开始一定领受正好的祝福啊 那么一直以来吃良药的信徒们 现在再多吃一些良药 这良药不分饭前饭后 也不分多少量 更没有副作用 没有说吃坏肚子这么一说 也没有说中毒啊 吃的再多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吃了良药 让自己也好 让父母也好 让儿女们也好 谁吃了良药都会好的 圣经如果我们颠倒着读了 就会自己致死的 不做悔改祷告 光读圣经的人就会反着读 格林德前书二章十四节 这时候就走向死亡了 上帝告诉我们 这良药是我们心灵的喜乐 并不是说我身 并不是说我周围的环境有多好 有些人追求环境的好 哎呀环境要好啊 只要我成了有福的人 我们今天吃了良药 这时候上帝 为我们创造我们的好环境 为什么现在自然界 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呢 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 自然界也遭受灾难咒诅了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 自然界遭受了灾难咒诅 那么如果我成了有福的人 我周围的环境 我周围的自然界就一起得到祝福 所以一个国家有多的有福的人 这个国家就得福 奉主的恩典 我朴牧师大概转了全世界 有六十多次 转过六十多圈 周游世界有六十多次了 那在飞机上往下看 看到一些国家 是不是得福的国家 看得都挺清楚的 有些国家一看 就是败偶像的国家 那么信奉上帝的国家呢 哪怕是沙漠地 也有绿洲啊 大家知道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很有名的 每天晚上是不夜城 但是在沙漠里种下了很多树 那些树长得都非常的茂盛 以色列是很小的国家 那么小的国家也有沙漠 那么美国是很大的国家 也有沙漠 我觉得在这世上最神奇的国家 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我们国家呢 没有沙漠 我们国家比以色列要大 但是也没有沙漠 但是以色列这么小 却有沙漠 尽管这样 树长得都很茂盛 大家知道以色列出口水果 在欧洲占比是排列第一的 真的是依靠上帝赐鱼的祝福 懂得支配管理 使沙漠变成肥沃的土地了 而大家知道 非洲呢 非洲 到了非洲就有叹息声了 真的挺惨的 特别惨淡 上帝是活着的 唯独我们心灵的喜乐才是良药 心灵没有良药的时候呢 就有担心忧愁了 我们都想吃良药 但是大家却不懂得吃这个免费的良药 大家今天不但自己要吃良药 领受这庞大的允许 然后把这好的良药分享给身边的人 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分享给身边的人 那么上帝会充满于我们 我给的再多 也不会让我们有亏损 信奉耶稣的人 不可能有妒忌和嫉妒 我们的祝福 耶和华以乐 为我们永远预备了一切的祝福 我身边的人得到再多的祝福 我的祝福还会原封不动的在我眼前 只要我们爱上帝 就能得到一切的祝福 所以信奉耶稣的人 不会有争吵纷争 因为信奉耶稣的人 只会为他人求福 在其他的宗教呢 并不会熬着夜 为他人求福 觉得 为他人求福太傻了吧 但是信奉耶稣的人呢 整夜整宿祷告 是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所以 仇敌最终也会来找到 信奉耶稣的人 而我为他人求福 结果这个祝福 反而分到我和我的儿孙家里来了 所以信奉耶稣的人 不会有争吵纷争的 我们毁谤他人 诋毁他人的话 这些都会烙在我和我的儿人身上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为什么偏要挑着 走向败坏的事情做呢 我们求他人的祝福的时候 为他人求福的时候 自己和自己的儿孙也一起得福 所以信奉耶稣的人 一定是相互一起好的 就像大雁在天空飞翔一样 大家知道大雁往北极飞翔的时候 大雁飞到北极的时候 都是站着一排 站着两排 那么站在顶尖的那个第一个大雁 他用他的翅膀 他用他的翅膀 怀疑到风速 那么两道的这些大雁呢 跟随着这个风速一起 一起飞翔 前面有 前面给我几个风速 他们就随着这个风速一起往前飞 自己是飞不了的 就动物之间也知道相互扶持 相互帮助 而我们呢 怎么连绵王的处类都不如 整天相咬 整天争吵纷争呢 这就是假的教会 再来它是五章十五节 互咬 争吵的话 彼此败坏 我们要吃良药 风貌健康了 这时候也给身边的人带来好处 祝愿大家多吃良药 一定得到祝福啊 我们心灵的喜乐 在其他宗教里 是没有心灵的喜乐的 心灵的喜乐是良药 我们在哪才能得到心灵的喜乐呢 唯独上帝给到我们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一二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阿们 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不是说我自己想乐就乐的 我带着贪婪 我自己比较了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这种的喜乐是走向败坏的 我们大家以为 我挺高兴 我挺开心 我挺好的 如果这个高兴 如果这个喜乐不是来自于上帝的 那这就是假的 反而是越高兴 是更大的恶人 我们要得到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喜乐 我们要蒙上帝的喜悦 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我们内心拥有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这时候心灵才喜乐 上帝把这喜乐给到什么样的人呢 服侍基督的人 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上帝会赐予你喜乐的 如果我们真实地做了四季段悔改 立刻就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脸色就会变了 大家真实地做四季段悔改 再试一下 做四季段悔改 一个礼拜或者十天 那么遇到亲戚朋友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 你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 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最好的良样 就好像脸上用了一个新的化妆品了一样 就是脸色就真的变得特别的白净 因为心灵喜乐了 心灵喜乐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补药 最好的良样 哥勒西书二章二节 所以大家做四季段悔改 吃良药 这时候内心就拥有平安 内心拥有了平安 我们内心得到安慰了 就拥有平安了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唯独服侍基督的人 唯独服侍基督的人 才能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所以不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是得不到喜乐的 我们再来读一遍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上帝赐予我们喜乐 还是我们自己能喜乐呢 我们读一下一二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阿们 好多信徒说事业不顺利 我们人没有被其他人所称许的时候 这事业也不顺利 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是能让我们去天国的 有些信徒又讲了 哎呀 我内心不求喜乐 我只求去天国 很不好意思 一定要有喜乐的心灵 才能去天国呢 我们拥有一切的喜乐 才能去天国 罗马书十五上十三节 大家可以读一下 罗马书十五上十三节 我们心灵的喜乐 才是信心 我们如何得到喜乐呢 得到了喜乐的心 就是得到的信心 得到上帝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 这时候能得到救恩 唯独服侍基督的时候 唯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这时候才能得救恩 才能吃良药 这时候才是有信心的人 这时候也能被他为人所称许 而当今 在一个小区 或者是在一个村庄 建造教会的话 周围的人欢迎吗 是不是好多居民在反对呢 为什么 因为教会都不受称许 太多假教会了 尽出卖耶稣的名 整天纷争争场 所以小区居民都不喜欢教会了 比如说我身边的一对夫妻 整天吵架 我们能喜欢这对夫妻吗 比如说我们这栋楼里的夫妻 整天分争争场的话 那这栋楼的房价都会 涨价了 好多小区居民 都反对周围有教会 为什么呢 所以好多人在外边 装作不信上帝 马太平十章三十二节 上帝说 如果我们在人前不认可上帝 上帝也不会认我们的 当今就是这样假教徒特别多的时代 为什么呢 我们的行为都不被人所称许 我们自己都没有吃良药 没有吃良药是不可能得到人的称许的 我们没有拥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被人所称许的 拥有信心的人给身边的人带来溢出 这时候被人所称许 格勒哥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上帝命令我们 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溢出 我们得到信心的礼物了 我们就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溢出 不足的仆人我 苗牧师为什么走遍世界全地 聚集的信徒会越来越多 甚至好多来晚的信徒们都觉得很可惜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给我们带来益处的 这福音不是残害他人的 这福音绝不会让别人亏损 而当今说是信奉耶稣 为什么周围小区的人都不喜欢教会了呢 因为我们韩国的教会真的都成了假的教会 都违背了圣经啊 并没有服侍基督 并没有做四季段悔改 所以教会都不被小区认可 这时候做事业也会顺利的 上帝也不会赐福于我们的 相信从现在开始 我们吃良药 这时候被人也能称许 那么有些信徒说 我只求去天国 不需要良药啊 唯独吃了良药 怎么去天国呢 这时候让我们去天国 在这世上身体也健康 得到祝福 约三说二字 我们的灵魂新盛 能去天国的时候 在这世上身体也健康 在这世上凡事也亨通 这些信徒并没有服侍基督 都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 这都是在说谎呀 相信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真实的能行啊 我们要服侍基督 我们要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才能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这才是补药中最好的良药 而这个喜乐 如果我自己创造的喜乐 这是属于贪婪的 唯独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才是善 才是信心 才是补药 这时候能得到人的称许 无论做什么 只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被上帝所认可的时候 周围的人也会喜欢我们 因为这一些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 而为什么周围的人 现在偏偏不喜欢我们 小区的人都反对建造教会了 为什么 特别反对 如果社区里有教会的话 就遭受小区居民的反对 那分明是当今我们 我们教会没有符合上帝的话语啊 上帝赐予我们补药 上帝赐予我们良药 让我们拥有健康 让我们的事业越来越顺利 而我们却不做四阶段悔改 在教会里整天纷争争吵 我们要吃上帝给我们的良药 好多人说要用好的化妆品 有些人要用一些国外品牌的化妆品 而我们吃了上帝的话语 吃了良药 脸色就越来越光滑 越来越来越增量 越来越增量 不需要抹什么化妆品呀 我经常就一惊一乍的 因为看着我的太太 有时候我都很惊奇 哎呀 这不就是明明女高中生吗 吃了良药 脸色就越来越好 皮肤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年轻 有时候我找一下我的太太 哎 怎么像女学生一样 其实现在年过花甲了 都是奶奶了 真的会变年轻的 大家做四阶段悔改 最有 最大的变化就是吃了良药 就变年轻了 上帝赐予我们的良药 祝愿大家尽情地吃良药 我父赐予我们的喜乐 我们要得到我父赐予我们的喜乐 这才是拥有信心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猪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这是什么 谁的上帝 是盼望的上帝 我们大家都说 没有希望 生活挺绝望的 生活没有盼头 而这盼望是让我们的下一科更好 让我们的儿女更好 这盼望正是基督啊 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盼望 哥罗西说一章27节 这基督正是荣耀的盼望 这四阶段悔改就是我们的希望 唯独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上帝就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一切的平安 使我们拥有信心 所以我们只要服侍了基督 我父就赐予我们喜乐的心灵 把这喜乐给到我们心灵 我们得到了我父赐予我们的心灵 这时候我们内心才会平安 不会担忧忧愁了 这才是拥有信心 什么是信心 使我们拥有一切的喜乐 使我们拥有一切的平安 这才是拥有信心 这是上帝给到我们的 以父子说二章八节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说自己信 这都是假的 上帝什么时候赐予我们信心呢 当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一切的平安 这才是最好的良养 我们拥有信心了 这时候是喜乐充满的 拥有喜乐 不再担忧忧愁了 不可能发脾气 不可能不耐烦 不可能去诋毁他人 凡是诋毁他人 诽谤他人 这都是属魔鬼 罗马书一章三十节 百分之百都是要去地狱的 哪怕诽谤了 哪怕诋毁了 就要去地狱 所以更不要提批评他人 批判他人 更要去地狱啊 尽管这样信奉耶稣的人 很随便诋毁他人 很随便批评和判断别人 而当今的教会 教徒们却不认识到自己 都成了假的教徒 或者假的教会 我们诽谤他人 诋毁他人的话 罗马书一章三十节 我们内心故意 不认识上帝的罪里 就有诋毁他人 诽谤他人的罪 这是百分之百要去地狱的 犯了这样的罪 怎么能说自己信奉耶稣呢 我们要吃粮药 不要吃毒药啊 为什么 好多地方排斥教会 不宽宁教会了呢 为什么我们好多信徒 出了门 隐藏自己的身份 好像装模作样 自己不信上帝一样 这都是假的教徒啊 有些信徒用口里承认 我信耶稣 但是呢 我们找下提多数一章十六节 如果我们大家蒙上帝的喜悦 那么我们的行为要信奉上帝 不是光嘴上信奉 罗马书十章十节 好多人说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那么就把这句话语 利用了 上帝告诉我们光嘴上承认 行为上否认上帝的话 是可证的是假的教徒 祝愿大家吃良药 吃上帝的话语 得到幸福 拥有幸福 得到满足 一定要去天国 一定要把这好的祝福留给后孙 祝愿大家的事业 一定顺利 昌盛 得到人的称赞 我们大家为什么 成了伪善的人 都欺骗别人 装模作样 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信奉耶稣的人 为什么都成了假的教徒 实际的骨髓都腐烂了 为什么大家的行为上 不信奉耶稣 不认可耶稣呢 这都是因为 大家都没有信息 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 祝愿大家从现在开始 有新的开始吧 我们要服侍基督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喜乐的心灵 上帝会给到我们的 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我们要得到 这才是良药 这才是吃良药 这时候 我们做什么都会顺利的 使我们的儿女也越来越好 顺利 我们今天了结掉一切的不好吧 我们要蒙上帝的喜悦 一定是依靠基督的奥秘呀 那么大家和 大家和我 说是得到信心的礼物了 但是如果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的话 这也是假的 好多人说自己有了信心 但是呢 基督并没有在我心里 这时候也是在说谎了 以副所事三加十七行 唯独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才能得到信心的礼物 如果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基督就会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使我们拥有信心 以副所事三章十七节 所以当今我们一直以来 尽说谎言 尽说瞎话 说是信奉耶稣 整天遭受的是灾难和咒诅 从来不被身边的人称赞 整天被别人辱骂 所以呢 出了门都不敢承认 自己是信奉耶稣的人 来到教会装模作样的信 出了门 又装模作样不信 成了去地狱的人了 一个教会里纷争争吵的话 在旁边旁听也会一起去地狱的 提摩大后说二章十四节 上帝让我们严厉的劝勉 争吵纷争的教会 那不叫教会 那是去地狱的集团呀 前段时间我朴牧师跟大家做过见证了 我和某位正直士吃一碗面 有个年轻人三十岁 身体特别的健康 身体很健壮 但是这位年轻人刚出狱没多久 或许也在 或许甚至可能坐在这里现场呢 我告诉这位年轻人 您信奉耶稣吧 您一定会得福的 这位年轻人就看了我一下 他说信了耶稣也没用啊 我劝勉他 您去教会吧 一定会得福的 这位年轻人说 去了教会也没用啊 我就问他问我什么是教会 我就回答他 不纷争不争吵的地方才是教会 那么这位年轻人 自从从监狱里出来之后 他去过很多教会 但是每个教会都在纷争争吵 我朴牧师就告诉他 明明会有一些不争吵 不纷争的教会 这位年轻人不相信 因为他去了很多教会 每个教会都在争吵 纷争 大多数都成了假的教会 为了出卖耶稣的名 为了自己吃喝饱 为了自己填饱肚子 信奉耶稣 为了填饱肚子 信奉耶稣 罗马书16章17节 大家可千万不要成这种可怜的人 我们要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这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良药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刚才也读过了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拥有了信心 上帝使我们拥有一切的喜乐 一切的平安 谁给到我们喜乐呢 当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拥有喜乐 这信心就是拥有 这信心就是补药 良药 而当今 说是信奉耶稣的人 怎么看着别人得福 反而眼红了 在教会里整天纷争争吵呢 大家正确的领悟吧 那不叫教会 争吵的地方 那不叫教会 因为没有服侍基督 才会有争吵呢 不服侍基督的话 就并没有吃到良药 家庭不平安 本人自身也不平安 不服侍基督的人 不会彼此的服从 不彼此的服从 所以就会纷争争吵 在基督里的人 一定会服从 但是整天自我 自作聪明的人 是跑到基督外边的 是出卖耶稣的名 属魔鬼的人 马太分十五章十四节 站在眼前的牧师是假的 就会带着所有的信徒 一起去地狱了 大家好好分辨 如果我嫖牧师也是假的 那么大家就离开吧 千万不要跟着我 那么据说最近的教会 当今的教会 像间谍组织一样 分组 在 分组 去监管一些人 我们不是来强迫 如果被牵引的 只要主引导我们 宁可是 宁可是献出生命 也要跟随主 我们教会 从来不强迫 如果我嫖牧师是假的牧者 大家都离开吧 大家可不能跟我一起走向死亡啊 我们要得到祝福啊 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上帝面前 都有一个审判 希伯来说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死了 一定会有一个审判 大家和我都要无愧地 站在上帝面前 我们一定会站在 在主面前的 祝愿大家正确的生活呀 我们口里承认 但是行为上 却不承认上帝 所以是很可赠的 如果上帝赐予我们喜乐了 如果我们真的 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喜乐 真实的拥有信心 吃了良药 能被世人称赞的话 行为上很端正 行为了理了他的人 得不到称赞的 上帝分明告诉我们 光嘴上承认 行为上 违背上帝的人 这都是可赠的 百分之百是要去地狱的 那么我们的行为 现在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被身边的人 称赞的话 那么我也是属于恶人 我内心是属于担忧忧愁的恶人 祝愿大家正确地领悟 提多书一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他们说是认识上帝 行事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赠的 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的 阿们 是非常可憎恶的 光嘴上承认 但是行为上与上帝相悖 真是可憎恶的 这时候不会行善 只会行恶 行恶了会怎样呢 真言二十二章八节 如果我们行恶 就会遭受灾难和咒煮啊 然后我们还希望自己得福吗 好多人说 我为什么不健康 因为您没有吃良药啊 这良药 唯独上帝给到我们 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能让我们吃到良药 我在这世上吃的补药都是假的 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到补药 得到良药 这才是信心 我们拥有信心 就一定会吃良药 吃了良药 我身体就健康了 我吃了良药 一定会战胜疾病 吃了良药 骨髓健康 血液是伊甸园里的血液 一定会战胜一切的疾病 居然大家在这时间得到医治吧 那么有时候我挺高兴的 但是对方被我委屈了 那么这些事情分明是我曾经得罪了别人 我自己却忘了 那么大家要悔改这些罪 才能吃补药 才能吃良药 我父赐予我们的良药 我们吃在身体里 血液就变成伊甸园里的血液 能占上癌症 能使死人变活的 约翰福音十一章 拉萨路 第四天复活了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死人变活了 而我们为什么不行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 没有吃良药 好多人把这信心和良药分开 信心就是良药 良药就是信心 这正是我们心灵的喜乐 这正是我们心灵的平安 这时候我行为端正 被世人所称赞 大家的事业为什么不顺利 大家的行为那么的肮脏 谁会称赞您呢 谁会找到您呢 当今的教会 如果真实的遵循上帝的话语 那么家家户户都会欢迎教会的 家家户户都会称赞教会的 而我们整天坐在教会里 分党结派 又结党结群 整天争吵纷争 也得罪了上帝 也得罪了世人 就成了假的集团了 大家领悟吧 到底谁辱骂了上帝的名 到底谁垫辱了上帝的名 罗马书二章二十四节 正是我们 我们可不能成为这种遭受灾难咒诅的人 我们可不能成了遭受灾难咒诅的人 我们要吃上帝的话语 吃良样 心灵的喜乐才是良样 我的心灵 彼得前说三章四节 我内心隐藏的三个良心活过来了 我才能吃上帝给我的良样 心灵的喜乐才是良样 其他的宗教不可能让我内心三个良心活过来 唯独基督的血拯救我心灵的良心 因为只有基督的血 奢免我们的罪孽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说一章七节 祝愿大家从今天开始吃良药 一定能找回健康 能被人称赞 一定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 吃良药的人才能去天国 整天被别人骂 整天在教会里争吵纷争 能去天国吗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上帝很严厉的劝勉我们 争吵纷争的人一定是要去地狱的 在旁边旁听也要去地狱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喜欢争吵呢 因为骄傲 傲慢 恨别人 杀人罪 愚昧的人 贪婪的人才会争吵纷争 骄傲的人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上帝亲自对抗 骄傲的人 骄傲的人就爱吵 就爱争 大家为什么偏偏挑着做一些 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呢 这都是因为大家并没有得到信心的礼物 并没有得到上帝赐予的喜乐 我自己得不到平安的 这个平安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到 在这时间上帝不仅给我们良药 如果我们的行为被世人所称赞的话 事业就昌盛顺利 无论是公认会计师 我对某一位信徒讲 相信身边很多人开始来找到您 询问一些事情 但是呢 如果这些人并不尊重您的话 您就赶紧领悟 原来我又成了假的教徒 赶紧做四季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来吧 这位信徒他在美国是工人会计师 在我们国家工人会计师 还算可以的 算是很高的水准了 但是在美国呢 这位会计师一开始在施工现场 做了一些干过苦力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信徒曾经也在假的教会 很长一段时间 说是信奉耶稣 遭受了很多灾难咒诅 然后他干了很多苦力活 后来他接触到了四季段悔改 他才领悟 原来上帝赐予我祝福了 为了让我得到祝福 让我领悟过来 才给我这样的辛苦 然后这位信徒做了四季段悔改 就无论做什么事情 很是感谢和喜乐 后来主为他开路 让他重新回到会计师行业 然后这位信徒就告白 我就告诉这位信徒 将来会有很多人来找到您 想得到您的帮助 想询问您 那么您的行为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才是属于基督的人 才能去天国 我们今天事业不顺利吗 您根本就没有服侍基督 怎么可能顺利呢 您没有吃良药 脸色都不好 您没有吃良药 您内心根本就没有信心 成了恶人 整天带着很多手榴弹 和定时炸弹 那么身边 不会有人来找到您 询问帮助 那么现在开始多做悔改祷告 通过基督的血 洗净身体上的 这一切的手榴弹 和定时炸弹吧 我们要吃良药 眼前是明亮的 那么这时候 自然有很多人来找到您 询问帮助 大家现在事业还不顺利吗 今天通过基督的血 来洗净 干洗净 洁净自己吧 一副所述一章七节一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返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唯独基督的血 赦免我们的罪孽 唯独基督的血 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只要服侍基督 上帝就赐予我们良药 能让我们去天国的信心 正是让我们吃良药 这信心是要 二十四小时不断地拥有 所以我们二十四小时 不断地吃良药 我们二十四小时 不断地吃良药的话 周围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来找到我 询问帮助 刚开始可能会排斥我 但是呢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想到我们 上帝说 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得到信心 唯独在基督里 得到罪的赦免 唯独在基督里 拥有信心 所以我们做了四阶段 悔改一定会合一的 以复材是一章十节 如果我们现在 没有合一的话 说明我们并没有服侍基督 我们并没有服侍基督的话 就没有吃良药 反而垫辱了上帝的名 就成了没有信心的人 光嘴上说信 行为上却违背上帝的旨意 成了可憎恶的人 我们今天开始 一定要领受上帝 赐予我们的喜乐 这才是拥有信心 这才是吃良药啊 只要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一定是吃良药 有良药的功效 祝愿大家做四阶段悔改 记录到基督里 首先我内心成为一条心 这时候家庭和睦 儿女和一 一个教会也和睦了 国家也和睦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问题 很惨淡吗 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要赐福于我们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 一期的祝福 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祝愿大家一定得到祝福 一定要吃良药 越来越好 把好的祝福留给后孙啊 父母犯罪了的话 这灾难咒诛立刻就 显灾 表现在儿女身上了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分明是我们的行为 害了自己的儿女 我们还不领悟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分明是父母的原因 导致儿女遭受灾难咒诛 而我们却总是责怪孩子的老师啊 或者是孩子的朋友 没有交好的朋友 祝愿大家今天通过基督的血 来得到罪恶的饶恕 通过基督的血 得到救赎 使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 相信现在开始失业 一定会越来越昌盛 有更多的人来找到大家 寻求帮助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上帝是让我们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一开始我觉得这句话 好有负担 我给他人益处 那么我是不是就会吃亏了呢 曾经我的理论也特别强 我以为一切都是相对论 但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不是相对论 我们得到了无限的祝福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我们呼喊阿门来得到这应许吧 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吃到良药呢 因为我们的行为 没有蒙上帝的喜悦 这喜悦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当我们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所以哥勒西说一章二十七节 这四季段悔改正是基督的奥秘 只要拥有这奥秘 大家一定会得到祝福 祝愿大家一定要有新的开始 曾经不好的过去 现在都了结了 都了结了 过去呀 拜拜 现在开始拥有幸福 有新的开始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现在开始拥有幸福 有新的开始吧 现在开始拥有幸福 有新的开始吧 我怎么看着别人的后脑勺问候了呢 我们再来问候一下 拥有幸福 有新的开始吧 拥有幸福 有新的开始吧 相信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一定会拥有幸福 有新的开始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就成了新人 这不是我讲的话 这是哥勒尼的后书 五章十七节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只要进入到基督里 曾经倒霉的人 不再成了倒霉的人 成了有福的人 曾经有疾病的人 疾病得到了医治 被别人骂的人 变成被别人称赞的人 儿女不顺利的人 变成儿女顺利的人 上帝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这正是四季段悔改 所以上帝说 四季段悔改就是基督的奥秘 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到最高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唯独服侍基督的人 唯独服侍基督的时候 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 而我们一直以来 真是不懂得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啊 主啊 感谢主让我们现在开始有新的开始 让我们每天吃粮药 赐予我们健康 使我们见证主的十字架 求主使我们做符合主心意的十字架的军兵 使我们的事情越来越顺利 使我们的事业亨通 被身边的人称赞 使我们子子孙孙越来越好 我父啊 我们说是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而我父只听义人的祷告 我们的罪得到饶恕的时候 我们才是义人 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一定蒙上帝的允许 求我父 使我们一定为这个国家献忠心 为这个人类做出贡献 今天您告诉我们 我们爱主的时候 您赐予我们祝福 我们所限的十一岁的心意上 求主为我们开启天国的窗户 我们所限的建筑礼金上 我们相信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良药 使我们被世人称赞 我父上帝 使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和睦 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 我父啊 您告诉我们 当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一定有奇迹发生 在今天求我父 使我们拥有感谢 得到奇迹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